想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减脂减不下来吗 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 你永远都不会瘦 健身十年我只说实话 大家好我是健身女神章 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 真的都是真心话 但是挺难听的可能 因为我这个人说话就比较直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但是这些都是实话也都是真话 你是不是曾经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哎呀我今天真的特别想去健身 但我就是太懒了 然后就起不来 然后就不去了 要不就说哎呀我今天是太忙了 累了一天了 真是没时间 我真的想去健身 汉堡这个薯条 然后这个披萨多好吃啊 每天都去吃吧 哎呀真是禁不住诱惑呀 就是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 几乎每天都会上演 这个情况用心理学的一个名词 人格二相性 这个跟健身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你说我没有时间 我很懒 我很累 我就是没有动力 其实你觉得你心里 好像住着两个人 一个人好像是一个恶魔 一个天使在你肩膀上说 哎呀你别去了 那个在家待着多舒服 另一说哎呀你去不 因为你想瘦下来 你想变美 懒得这个人就胜利了 说哎呀我我真的挺懒的 我然后然后又不去健身了 就说说难听一点 其实你已经就决定好了 并不是说你心里住了两个人 打架之后一个一方胜利了 然后他特别特别强大 不是 其实你之前就一定决定好了 不想去健身特别懒 然后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让自己面子上好过一点 让自己心里舒服一点 让自己觉得哎呀我已经努力了呀 我真的是想去啊 但是最后哎呀我还是不想去 其实你就已经决定好了 所以我说这个话真的特别难听 其实我跟他说 你就是想胖下去 你就是不想身材好 你就是想懒 你就是不想吃这个健康的东西 是吧 你就是这样的人 面对他吧 不要去找借口 然后把自己说的好像挺好听的 但是为什么要找一些借口呢 因为没有人想承认自己懒 没有人想承认去说 哎我就是想胖下去 我就是不想受 所以他就要找一个借口 让自己给别人听着是吧 你说你看哎 你还是想去的 哎你还是想好好吃的 这就是你一直没收起来 到现在找种种的借口 不去健身 不去干这个 不去干那个的 原因就只有这一个 因为你已经决定好了 就不要再装了 就不要再装着你想好 想改变是吧 你就是想胖下去 你就承认 你想胖下去 好那你今天就不要去健身 你不要 你就吃那些垃圾食品 没有问题 因为你已经承认了 如果你不承认 你真的心底里 真的想去改变 你不承认 你想去健身 你有动力的话 那你就马上就会去健身 你就会吃健康的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今天这话就是 真的很难听 但是说白了就是这样 所以你想想 你自己是不是还在装 你是不是就装着想去健身 你装着想改变身材 然后说实说白了 说实话 你就是假装的懒 是吧 给自己找借口 然后不去健身 这个概念是我遇到几乎百分之 因为包括我自己也陷进去过 我所有帮助这一千多名的女性 完美的蜕变了 她们也都陷进去过 我把这个道理概念跟她们一说 她们就一下子恍然大悟 就好像听到一个晴天霹雳一件事情 原来是这个样子都不敢想象 大家都是好像萌在鼓里 就不明白 就是你心态调整不好 那你一辈子永远都不会拥有好身材 就是因为你脑子里老想着 自己在跟自己打架 其实没有 你就已经决定好了 因为你就是在装 今天这番话 希望能达醒你 实在不好意思 原谅我这个说话特别直 因为我这个就是特别直 有什么就说什么 就是希望能尽量的把所有 我脑子的知识都能给大家 所以上次也说 我想给大家准备一个大礼 是吧 就是我接下来近期要做的这个 健身干货培训 一个七天的培训 里面就像类似这样的知识 都是我十年 这个通过这个教学和自己的健身 总结下来的经验精华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以前都是付费的 现在也把这个希望免费的 就给大家是世界非常时期 希望所有人都蜕变 听了这个知识以后 就自己成为专家 就不需要我了 是吧 不会再被迷惑 头脑清醒 就可以自己为自己去做决定 然后掌控自己的人生 掌控自己的身材 我是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去 去整理 去总结 然后精心准备的这么一个培训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健身女神章 健身生活化 如果今天的话打醒了你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在装 然后那你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是吧 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提醒 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你心态调整不好 那你一辈子都受不下去 所以我总是说 五分吃五分练 九十分的心态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 所有教练都不再说的 我就要再说 就要把这个事情说破 就要说到底 因为只有你调整了一个心态 你一个基座已经是正确了 然后你再有这个方法 是吧 饮食加训练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那你就能彻底蜕变 而且是非常轻松的 然后最后我想说的就是 让咱们一起把好身材进行到底 让每个人都能活出自己